60年代从滇缅及泰北迁徙来台 将近有10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 屏东县离港乡定远自治区 具有相当独特的人文风情 现在社区青年致力于传承与发扬滇缅历史文化及饮食 透过访谈其老记录这里的历史故事 我是第二代 我是有资格讲这个 我今天不做的话 这个文化就断层了 访谈就是口述的我们做记录 所以之所以累积起来 你才有经验来跟人家传说 这个计划就主要是要访谈这些社区 现在现存的第一代的老人家 然后就是记录他们过往的一些人生的历程 就是从民国50年代 然后过来到这边到定远定居 然后还有他们以前可能经历过的一些战争 然后在家乡的一些记忆 离港乡定远自治区以滇缅文化文明 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 及多元的种族 也吸引了许多外地年轻人加入文化的记录 与保存的行列 朋友有送我一罐水淹菜 那时候吃的时候就觉得就很好吃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料理这样 然后后来就是有来到社区这边吃这边的 的那个店面的餐厅 对然后就是可能就慢慢的喜欢上这边的人事物 我是附近村庄的社区青年 为什么想加入这个计划是因为 我们想要为了传承 然后也希望就是不管是不是在地的青年 我们也希望让就是让很多认同我们社区文化的 不管是不是本社区的青年都可以回来 就是在这个为我们这个地方做事情 目前共有七位年轻人以二到三人为主 进行社区齐劳的访谈 聚焦在于他们来台后的生活点滴 年轻人来到社区活动中心 看着一张张公布栏上的老照片 每一张都是生活的珍贵记忆 青年们以孤军来台的生活 透过文字及影像的记录 更预计今年底出版 让更多的民众能从不同层面来认识定远社区 人间卫视屏东综合报导